尼龍線T線平行 重疊20公分左右 交叉旋轉 捏住交叉的位置之後 翻到這個圈圈裡面 然後轉 第三圈的時候 捏住T線 然後拉出來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哈囉 我是收看收看小明星的小明 今天我們來訪 極速八字節 這個極速八字節到底是 怎麼個綁法呢 大家知不知道八字節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名稱並不完全正確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Leader的神節 它原本應該不是這個名字 為什麼我會講說 它是一個極速的八字節呢 因為它跟八字節的綁法有一點像 那時候看到那個日本人在綁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神節好快啊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掉淡水的一個 路亞人來講的話 這個極速八字節的綁法非常的簡單 只需要5到10秒 它就可以綁完一個神節 它就可以綁完一個P線 接你的前導線的一個神節 當你上手了之後 你有可能不用5秒鐘 你就可以完成了這個神節 這個神節應該會是蠻適合 輕鬆掉 拉力值不會太強的一些魚種 我們今天就來試著綁綁看 極速八字節到底多快 八字節 這以前小柄其實有簡單的介紹過 但是八字節當時的使用 我們是使用在透抽調度上面 八字節還有沒有其他的用法 有 今天我們來綁一個八字節 如何用在前導線 但你說它算八字節嗎 又不太像 這個是之前小柄看到一個日本的釣魚職人 他所介紹的一個神節 但他並沒有講說這個神節的名稱叫什麼 綁法來看的話 它其實跟八字節有一點像 但又不太一樣 多做了幾個步驟 作為前導線的綁法 PE線與尼龍線或是碳線線 一個極速的綁法 最後小柄會用這個極速的八字節 與電車節做一個比對強度測試 看看哪一個的強度比較強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看極速八字節怎麼打 你還沒加入怪獸山丘的LINE社群獎幹主嗎 即可申請加入 讓你釣魚幹話聊不完 別忘了名稱設定加上地區 否則無法核准申請哦 綁繩節 你要準備什麼樣的材料呢 當然是PE線 HK的WX8 6號線 然後Goster Blade龍太郎 6號線 一樣是尼龍線 付雅錢一定要準備好 接下來我們先將尼龍線抽出一段 PE線一樣抽出一段 尼龍線抽出來之後 你一定要先拉出你預計 你的前導線要拉到多長 一尺到一尺不等 那你就是看你的需求 減下手續的尼龍線長度 小米這邊先抓個大概差不多一尺左右的長度 然後將你的尼龍線 跟你的PE線做一個平行 重疊招大概差不多20公分左右 最好是超過20公分 然後 將這兩條線 平行的線 交叉旋轉 然後用你的左手 捏住 這兩個交叉的位置之後 然後手 成一個這樣 來揉東西的手指 穿到這個圈圈裡面 讓你的手有辦法活動 然後轉 兩圈 一圈 兩圈 第三圈的時候 捏住你的PE線 跟前導線 然後拉出來 這時候因為我們的前導線通常比較長 就是用另外一隻手拉出來 現在呈現一個這樣子的狀態 拉拉起 那有時候拉的時候PE線會比較 濕不太近 就是要拉好 再將你波嶼的PE線的線頭 剪掉 線頭 剪掉 剪掉了之後你的極速八字節就綁好了 就這麼簡單 夠不夠快 你如果認真要綁的話 應該大概5秒到10秒 你就可以綁好了吧 那如果你們有習慣掉C掉 打這種節 可能速度就會快很多 這是一個很適合新手 低得的神節 推薦給大家 大家可以試試看 就這麼簡單 速度就是一件 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速度的話 那也許這種極速八字節 可能蠻適合你的哦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試試看 電車節跟這種極速八字節 強度到底哪一個比較強 快樂山丘每週是晚間9點準 準時直播 來跟我們聊聊天吧 現在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極速的八字節 跟電車節 哪一邊的強度比較強 現在我們看到左手邊這個 什麼都沒有做記號的 這個就是電車節 然後 右手邊這邊 我們有做一個 標籤的這個記號的位置 它就是我們的極速八字節 接下來小兵綁了十組的電車節 跟極速的八字節 哪一個比較強 電車節也不算是一個很強力的神節 但是它方便簡單很容易學 極速的八字節其實也是一樣 方便簡單然後很容易學 但是速度更快 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來測試強度 用力極速八字節的位置斷掉了 右手邊是極速八字節 左手邊是電車節 又是極速八字節 這邊斷 極速八字節 醜2 來喔 1 2 這一次是我們的電車節 輸了 極速八字節這邊沒有什麼問題 這一次一樣是電車節輸了 斷在電車節的位置 極速八字節是好的狀態 1 2 這一次一樣是極速八字節獲勝 電車節輸了 這次一樣是電車節在這邊輸掉了 來 這一次是我們的極速八字節輸掉了 這次是電車節這邊敗掉 來 這次一樣是我們的電車節敗了 我們的比數現在已經來到了3比6 最後一組 看我們的電車節有沒有辦法 至少分數不要拉那麼大 敗了 電車節這次又輸了 所以你看十組的比對下來 我原本是覺得差不多啦 但是你看3比7 電車節贏3次 極速八字節贏了7次 我是覺得其實強度都沒有到很強 但是極速八字節應該算是一個很 適合你在玩淡水吸吊的繩結 推薦給大家大家可以去嘗試看看 可以讓你在5到10秒之內就綁好一個繩結 應該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吧 本面有釣魚貼紙抽獎活動 分享訂閱按讚留言即可參加 這就是小品今天介紹的極速八字節的綁法 極速八字節你覺得這個強度你還可以接受嗎 或者是說這個速度你還可以接受嗎 我想應該很少繩結可以讓你在5秒鐘 就完成了一個這樣子的繩結 極速八字節的口訣就是把P線跟前導線 並行之後轉半圈 手伸進這個圓圈內 然後轉3圈之後捏住前導線這一邊的線頭 拉平 拉撐 拉緊 再把線頭給剪掉 就這麼簡單你就可以綁好P線連接你的前導線 不管是尼龍還是碳纖 簡單快速的繩結分享給大家 極速八字節 好啦今天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還喜歡怪獸山丘的話 歡迎幫我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而且怪獸山丘開啟會員喔 如果你有興趣加入怪獸山丘的話 每個月你只要花75塊 而且你可以得到怪獸山丘的會員徽章 而且還可以使用怪獸山丘會員專屬的表情符號 並且獲得怪獸山丘的周邊商品 如果你還喜歡怪獸山丘的話 也願意支持我們的話 歡迎加入怪獸山丘的會員大家庭 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掰掰